我们不妨举个例子来说,著名的足球明星运动员埃弗拉,曾经在媒体面前说过,千万不要再去C罗家吃饭了,这是为什么呢?难道他和C罗之间有什么隐情? 当然不是了,这中间有一个故事倒是真的,C罗邀请埃弗拉去他家吃饭,埃弗拉满心欢喜的期待一顿大餐,结果却是水煮青菜和鸡胸肉等普通,千味道不佳的运动员标准午餐。 更夸张的是,吃完之后,C罗就拉着埃弗拉进行日常训练了,埃弗拉甚至在想其实C罗的真正目的,就是想跟他一起训练,请吃饭实际上是一个借口。 除了C罗,还有很多运动员是出了名的自律,比如中国年轻的女排选手朱婷,身为排球队的主力,没有两把刷子可是不行。 朱婷虽然在身高上面,对于打排球具有一定的优势,但是对于一个优秀的排球选手来说,这种微弱的优势是远远不够的,因为你只是相比如普通人而言比较出众,但是在人才积极的排球队之中来说,没有持续不断的努力和惊人的自律能力,最终一定会属于后者。 朱婷的自律,早已经是人进阶之了,在球队训练的时间里,无论天气情况或是身体状况,都会认真完成自己的训练。 即使是在女排休假期,她也没有放递对自己的要求,跑到家附近的场馆去训练。 无论优出怎样的境地,她都没有对自己懈怠过,没有条件就创造小件去训练。 正是因为这种自律,精神,中国女排才能再一次登上巅峰。 对于运动员来说,在场上的那些时间尤其尊贵,因为她们需要付出很多,才能为自己赢得这个赛场。 或许很多人现在的表现还不算出色,但是我们都应当给他们的努力多一点尊重。 运动员的黄金时期又是如此的短暂,可能他们终其一生都没办法跑上大众所认为的巅峰,但是能够为自己热爱的运动奋力拼搏,应该就是欲。